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来说说养鱼老三样中的换水 换水这事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老太太一样 喋喋不休 视频发了一个又一个 可是还有人问我应该怎么换 好吧,咱今天还是仔细再说一遍吧 换水的目的呢,有三个 第一,鱼状态不好期间 薪水刺激可以促使新陈代谢加快 从而调整鱼的状态 第二,也是因为薪水能加快新陈代谢 能让亚成鱼,成鱼 还有这个苗子都有不错的生长速度 也可以说换水能让鱼长得更快一些 好了,第三点 换水能根本性的解决 钢中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累积 缓解金鱼、氨、氮、亚硝酸盐中毒的症状 第四点 换水能让你早回家少喝酒 多陪老婆多看鱼 好吧,我又胡说八道了 咱们言归正传 再说一下换水的这个注意事项 换水要等温 尤其是现在秋冬季节 新水比原缸水温度要低很多的话 非常容易产生应急反应 甚至炸鳞 有的鱼又咨询我的时候 看塞啥毛病没有 看分辨也是没什么问题 可鱼它就是趴缸 最后一问 原来是自来水直接进缸 并且比原缸水温度低很多 这就难免出现问题了 大家要引以为戒 还有就是换水最好是爆氧后 无氯气残留的 如果没办法抱养困水的话 还是用娱乐宝吧 再说一遍 我不是卖娱乐宝的 也不收广告费 上次有人怀疑我做广告 我其实挺纳闷 几毛钱一包的东西 有啥好怀疑的呢 我推荐这东西 单纯是因为它好用 好了 正面回答完喷子 咱们再看下一点 春末夏初多换水 勤换水 夏末秋初少换水 深秋或者冬天 鱼进入休眠期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不换水 如果您的缸里有加热棒 或者说冬天水温也挺高的话 那可以忽略这一条 该怎么换就怎么换 注意温度就好了 最后一点 不要相信所谓的生态鱼缸不用换水 那都是收智商税的东西 养鱼不管是勤换水 还是低频率的换水 都必须得换水 没有捷径可走 因为消化细菌 能处理缸中的氨和氮 但是消化细菌 它没有办法处理压硝酸盐 所以说当压硝酸盐 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只能通过换水来缓解 好了 今天我又捞到了一遍 换水的注意事项 也希望大家看在 我苦口婆心的份上 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